自知者明 上集 娘 我替你烧菜 好孩子 你玩去吧 晚上参加灯会 你们要多猜中几个灯迷 大娘 我们可都是大人了 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是应该的 有蜘蛛 好吧 如果你们想帮我的话 我去洗菜 我拉风箱 好好好 李尔帮小石添柴火 我去让小智停下来 怎么火苗这么小啊 你用点力气啊 好 好好好 再用力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开饭啦 孩子们 小石 你过来吃饭 我去 你用点力气啊 你用点力气啊 你给我站住 好饱好饱啊 大娘露的饼真好吃 我一口气吃下三张 我吃五张 大宗汉 你真厉害 一只山羊跌倒山上打一次 不对 当也不对 也不对 谜底到底是什么 谜底是 谜底是黑 把羊这个字倒过来 羊不就四脚朝天了 四脚朝天 小狮真聪明 是黑的确是黑 小狮 你真黑 我真黑 我不黑 小狮 怎么了 你真黑 太棒了 崖 金包笔 小兄弟 不要走 再看两眼 要不吃 那条银蛇会说话 是啊 吹蹄子的人叫银蛇大仙 发力勾着呢 怕银蛇都炼成香了 能说话 各位看官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什么不要错过 小娃娃 看这里 你看着呢 怎么了 这不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现在我出一个谜语 谁能回答上来 我就把从仙人手里得来的戏棍给他 这根戏棍能保佑家人平安 不过你们要先交上一个布壁才能知道谜题 你还伤得便宜 你还能看什么 你还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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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还没见到 我看你 你还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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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娃娃 现在大仙告诉你谜题 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却看不见 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却看不见 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却看不见 是啊 这个问题我们想了一夜都没有想出来 在眼前的东西我们都能看见 你看先生在眼前 李儿也在眼前 我想到找答案的方法了 你吓死我了 别卖关子了 快说快说 我被你吓忘了 不想了 再想我这几根白毛 就要被抓干净了 没想到居然把先生也给拦住了 在眼前的东西一定离咱们不远 可能就在那里 也可能在那里 总之就在咱们附近 咱们把周围的东西都找出来看一遍 一定能找到答案 马后炮 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却看不见 再找就要掘第三尺了 掘第三尺也够叫 李儿哥哥 李儿哥哥 我想回家 还是回家 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却看不见 在眼前 在眼前 看不见 看不见 却在眼前 小聪明 还在想 没想出来吗 嗯 没有 想不出来就别想了 你可不能太聪明了 再弄个聪明绝顶 娘 你就别笑我了 我要是聪明绝顶了 什么在眼前看不见 就算它不在眼前 我也能把它翻出来 吹牛 来 把它们吃下去 你就想出来了 娘 你要逗我 我才不信呢 娘可从来不骗你 这烧饼上的一粒芝麻 就是一个心眼 你熟熟这上面有多少芝麻 嗯 是吗 那我就吃一口吧 嗯 嗯 嗯 怎么样 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吧 嗯 没有 那就再吃一口 嗯 嗯 嗯 还挺好吃的 哈哈 小聪明 你看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真滑稽 怎么了 我想到答案了